大多数男性妇科医生都是一些职业流氓,因为他们最容易接触到各种女人的身体,而且懂得如何去扶弄他们最敏感的神经,从而波动起他们长期压抑着的情欲。 自从我已检查身体之变,轻易地欣赏并触摸到了萧丽洁白细滑的身体之后,便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我是一名妇科医生,见过的女人很多,却从来没有对她们动过心,直到咸牙美丽的萧丽的出现,再次激起了我对女人的渴望,我以检查为由,把她带进卧室,没控制住把她压在了身下。 临近下班的时候,来了一个病人,女人叫萧丽,前段时间做过一次子宫手术,因为长得漂亮,我对她影响比较深,萧丽穿着一件宽松的T恤衫和一条紧绷的牛仔裤,不好意思地微低着头,郭医生,自从上次手术之后,我总觉得小肚子有点阴疼阴疼的感觉。 我对所有妇科病人都是见惯不惊,出于一种职业习惯,随口说,那你躺到检查床上,做一下检查吧。 萧丽红着脸问,必须这样吗? 当然,要不我怎么给你做检查呢? 萧丽扬躺在妇科办公室的一张硬板床上,不好意思地将T恤衫撩至腰间,她那高高的隆起,以及裸露出来的白皙的小肚皮,一览无疑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 我预备好检查器具,把牛仔裤的扣子也解了吧。 哦,萧丽张红着脸迟疑了一下,然后闭着眼睛,将牛仔裤的扣子和拉索解开,露出一条淡粉色的丝肢内衣和两条血白的大腿。 我虽然见过众多的病人,还是心头一热,不由自主地走上前,触摸到萧丽软绵绵的皮肤,我感到一阵目眩,替萧丽检查身体那一刻好美妙。 虽然只有一,两分钟,我却从没有过这种感觉,就像踩在了心窝里那样舒适,让人心痒难耐,萧丽紧张到了极点,她的心跳动得特别厉害,她的手脚也开始出起汗来,检查进行得很顺利,萧丽站起来穿好裤子,郭医生,我的病严重吗? 没有什么大碍,主要是刚做完手术,有点炎症,我给你开些消炎药,先拿回去吃了,如果不见好转,再来做进一步的检查。 我对萧丽说了一下注意事项,萧丽连连道谢谢谢你,郭医生,耽误你的时间了。 经她这么一提醒,我突然想起来,糟糕,已经放学了,我还要去幼儿园接儿子呢? 可能出于职业的原因,萧丽随口问,你儿子在哪家幼儿园上学? 东关幼儿园。 什么? 只见萧丽瞪大眼睛,你儿子叫什么名字? 她上的是哪个班? 原来萧丽就是东关幼儿园的老师,我儿子叫郭小阳,刚上小班。 哦,我教的是大班。 由于萧丽是儿子幼儿园的老师,我们又比较顺路,我便要求送她一程,路上我们聊得很投缘。 萧丽虽然是一个结过婚的年轻少妇,可思想特别单纯,我忽然想起以前去幼儿园接送孩子时,还从来没有见过她,便问,我之前怎么没有在幼儿园里见过你呢? 原来萧丽来这个幼儿园工作还不到一个月,前不久又生病做手术,请了十天假,所以在幼儿园的时间很少。 其实,来幼儿园接送孩子的家长那么多,你又不是我儿子那个班的老师,即使你在幼儿园里见了我这样一个不出众的家长,也没有什么印象啊。 我打趣道,郭医生,看你说到哪里去了。 萧丽有点不好意思。 萧老师的眼光一定很高吧? 不啊,你从哪点看出我眼光高的? 从你的气质上啊,其实,像我这样的外貌,在你面前还真有点自卑呢。 萧丽微微一笑,一个优秀的男人是以她的为人和事业心来衡量的。 听了萧丽的话,我感慨万分,有时候,一个男人往往为了事业,却忽略了家庭。 难道你的家庭不幸福吗? 不幸福,我与爱人一年前就离婚了,我发现萧丽用惊恶的眼神看着自己,便补充说,离婚后,她抛下,我和孩子跑了。 萧丽好奇地问,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? 是她背叛了我。 我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,那天,正值夜班的我因为身体不舒服,便让同事帮忙顶班,提前回了家。 回家后,我怕惊扰妻儿的好梦,便巧声打开房门,却发现卧室的房门虚掩着,从房内传出妻子模模糊糊,断断续续的呻吟声,难道是老婆背着我偷人? 一种强烈的羞辱感,立即在我的脑海里出现,我悄悄地走进门口,借助微弱的灯光,差时间惊呆了,里面两个满身是汗的人,正赤条条地在房间内驰骋。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,那男人竟然是本科室里的王主任,原来他们的事情,医院早就不是什么秘密,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,头顶绿油油一片,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 我感觉在婚姻问题上,萧丽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,看得出来,她对男女之间那些寂寞狗盗之事的痛心疾首,不知不觉中我们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。 我知道萧丽对我是有好感的,儿子见到萧丽很开心,爸爸,我想让萧老师和我们一起吃饭,萧老师好漂亮啊,大家都说,要是有一个像萧老师这样漂亮的妈妈,该多好啊。 我的心里一阵悸动,果然儿子向着老子,这是在给我和萧丽创造机会吗?萧丽脸颊微红,我知道她要拒绝,连忙开口,既然你将来是我儿子的老师,我就应该好好地款待你啊。 我们随着车流,穿过繁华的街道,经过一个麦当劳门口时,儿子嚷着要吃麦当劳,我拒绝道,不行,我们第一次请萧老师吃饭,不能这么简单。 萧丽却微笑着,没关系,既然小涛喜欢吃麦当劳,我们就陪她一起吃吧。 我无奈地将汽车停靠在附近的一个停车位置。 下车后,我们分别牵起儿子的一只手,走进了麦当劳店里,在我的眼里。 美艳媚人的萧丽,浑身散发出成熟,妩媚,高雅气质的女人魅力。 那天晚上,我们拉着儿子的手,从麦当劳店里吃完晚餐出来,一种久违的幸福感,传遍了全身。 我多么希望,这是属于自己的三口之家啊。 可萧丽很快和我们道别了。 郭医生,谢谢你的热情款待,我得回家了。 不去我家坐坐吗? 改天吧,今天太晚了。 当儿子对萧丽说声再见后, 看见他走起路来左右摇摆着的浑圆风臀, 以及他那妖媚的倩影,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。 一种惆怅的失落感,油然而生,回到家里,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,夜深了。 我站在窗前,冥望着城市的夜空,寂静的街头, 虽然灯火辉煌,却无法填补我内心的失落和空虚。 此时,我多么希望萧丽能站在自己身边,和我一同欣赏城市的夜景。 那天,萧丽独自来医院做手术时,说她的老公在外地上班。 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,她像有老公的样子。 难道她和我一样离婚了吗? 这么美丽的女人,要是能得到她,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。 一个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,在我脑海里蹦了出来。 于是,长期空虚,备受欲望煎熬的我,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 我试探性地给萧丽去了个电话,谎称自己晚点回家,让她替我将儿子送回家里。 没想到萧丽很爽快地答应了,既然故事已经上演,就让她演得真实些吧。 那天我故意在医生办公室逗留了好几个小时,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家。 回家后,儿子躺在萧丽怀里已经熟睡,我从萧丽手里接过儿子。 太谢谢你了,萧老师。 没关系。 萧丽从沙发上站起来。 郭医生 时间不早了,既然你已经回来,我也该回家了,再坐一下吧,我还想问问你身体恢复情况呢。 萧丽回家吃完药,还是觉得身体不舒服,正想找我询问情况,便红着脸硬道。 那好吧,我将儿子放回卧室后,走到他跟前,昨天给你开的药拿回去吃了,效果如何? 好事好了一些,可我还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。 那我再给你检查一下。 现在吗? 是的。 我点了点头,也许是想到昨天下午,我给他检查的情景,萧丽的脸顿是红到了耳根。 还是算了吧,我明天来医院检查就可以了。 见他拒绝,我忙解释,其实,在什么地方检查都一样,我是医生,见得病人多着呢,你千万别往歪处想要。 萧丽用手捏着自己的裙子,咬着嘴唇更不好意思了,我,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那好,你先在沙发上躺好,我去拉窗帘。 萧丽满脸羞红恐怕不好吧,要是小涛醒了,跑出来撞见,该多难为情啊。 那到我卧室去吧。 萧丽低头不语,我趁机扶着她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 并轻轻地按上了门栓,我让她躺在床边,替她解开上衣的扣子后,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听诊器。 此刻,一股苏痒的感觉迅速传遍全身,她闭着眼睛,不自觉地发出一声叮咛,身体开始扭动起来。 我拦腰将她抱起来,一把掀起了她的裙摆,一种绚运的感觉随之袭来,萧丽一下子清醒过来,一把将我推开,跳到床下大声呵斥。 萧丽,你,你想干什么? 萧老师,你太漂亮了。 我想,我想,我几乎兴奋地发颤,说话也有点结结巴巴了,我跟着下床试图再次拥抱她。 动作却显得有些粗鲁,萧丽用威胁口吻警告我,如果你想让我们继续成为朋友的话,就不允许这样玷污我。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萧丽已经整理好衣服上的扣子夺门而出,直到外面的防盗门被萧丽碰的一声关上后,我才缓过神来。 今天对我来说,无疑是一个难熬的夜晚,我满脑子都是萧丽美丽的容貌,迷人的身段和灿烂的微笑。 我为自己精心策划的这次桃色事件没能得逞,而感到懊恼,从良心上讲,如果纯粹想去占有萧丽的身体,并非我的本意。 主要是因为萧丽那种成熟女性独特的韵味,刺激了我原始的冲动,凭借自己多年的妇科医生经验,我片面地认为,大凡长期独处的单身男女都有正常的生理需要,我是想通过身体的接触去唤醒她的欲望,从而进一步地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。 然而,我万万没意识到,在自己营造出那样温馨的环境里,萧丽的理智会如此坚强,直到萧丽差点和我翻脸,摔门离开的时候,我才从纵欲的幻想中清醒过来,我怎么会对她做出如此愚笨的事情呢? 我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,要是她因为我这种不检点行为产生偏见,会不会认为我医德有问题而看不起我,以后儿子上大班时,彼此见面,大家会不会显得非常尴尬呢? 不行,我一定要找个适当的机会和她解释清楚,祈求她原谅我。 回到里屋,我发现儿子光着臂膀,趴在床上睡得很香,我轻轻地给他盖上了一条毛巾背后,便去了另一间卧室。 此时,从萧丽身体里散发出来的余香还弥漫在整个房间里,我仔细打量着床上那张皱皱巴巴的床单。 回味其给萧丽检查,按摩时的情景,心中的浴火徐徐然放起来,我没想到会因为自己的过激行为,破坏了我们在一起时的气氛。 就这样,我在一种极度复杂而凌乱的思绪里,进入了梦乡,送儿子到幼儿园后,我将汽车停靠在路边等了很久,一直没有看见萧丽的影子,萧丽惊天没来,是故意躲避, 萧丽还是生病了呢?连这几天我都没有看到她,直到一个星期后,当萧丽拖着倦带的身子来到幼儿园门口时,我紧张极了,当看到她面色苍白,两眼红肿,精神有些恍惚时。 我克制不住自己的思念和担心,急切地迎了上去,萧老师,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,是不是病了? 没什么,只是昨晚上没有睡好。 萧丽一副若无其事的回答,见萧丽没有给自己脸色看,我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,我是特意为那天的事情向你道歉的。 道什么歉?我知道萧丽是故意的,我结结巴巴,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是,就是,就是什么呀。 萧丽勉强挤出一丝微笑,你想用什么方式向我道歉呢? 萧丽没有为那天晚上的事情和我计较。 我试探性地邀请她,晚上和我们一起用餐,晚上吃饭的事情,我不能马上回答你,让我考虑一下吧。 我知道,这是萧丽在考虑于我的事情了。 说完,她就要往幼儿园里面走,我赶紧从车上拿了一瓶安神补心丸出来。 你把这瓶忠诚药带上吧,对你睡眠不足有帮助。 萧丽一时有些诧异,但也没多问,只到了一巨蟹就走了。 目送萧丽进幼儿园后,我心情非常愉悦,好不容易熬到下班。 由于交通拥堵,我到了幼儿园,大多数孩子都被家长接走了。 我心急如焚马老师,我儿子呢? 马老师有些莫名其妙,你儿子不是被萧丽老师接走了吗? 一听这话,我是又惊又喜,我赶忙打通了萧丽的手机。 萧老师,你们在哪里? 你家啊,快些回来吧,我已经开始做晚饭了。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我几乎忍不住要狂跳起来。 看样子,萧丽已经完全原谅我了。 我暗自庆幸萧丽对自己的宽宏大量,可是,一个疑问总在我脑海里盘绕,她的老公真的在外地工作吗? 通过那天晚上的教训,她再也不敢对萧丽有非分之想了,但又不希望不明不白地与她在一起。 于是,告诫自己,回家时,我一定要把她的婚姻状况了解清楚。 吃过晚饭,我和萧丽陪儿子看了一回儿童节目,就将她带去卧室睡觉了。 再次回到客厅,萧丽眼神认真,你真想了解我的过去吗? 当然。 萧丽叹了口气,其实,我也是一个离婚了的女人。 尽管我对这话并不感到吃惊,但听她亲口说出来,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,坐在沙发上的萧丽端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了一口。 开始讲起了她的故事。 原来,萧丽和她的前夫是大学同学,相恋三年毕业后,顺其自然地就结了婚,刚开始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恩爱的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她前夫的欲望越来越强,不管什么场合,也不顾忌萧丽的身体都要萧丽来满足她,慢慢地萧丽产生了一种恐惧感。 特别害怕跟前夫一起过日子,因此,经常吵架,萧丽也是经常性地亲自交加,我的心像针扎一样,对萧丽满满地心疼,我忍着想要将她抱进怀里的冲动,继续问,后来呢? 后来,她对我的身体并不满足,居然与网上认识的一个女人共同策划了一场变态的交换游。 什么? 听到这,我恨不得把她前夫抱走一顿,这么好的妻子居然拱手让给别人,萧丽的眼睛已经湿润了,我的心跟着揪在一起,萧丽哽咽着嗓子。 在后来,我不在家的时候,她闯入我一位好朋友家,对她进行强暴,事发后,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,我也趁此和她离婚。 说到这里,她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,我立马慌得别哭,就当发生这些事情是一场噩梦吧。 你这么善良,一定会找到一个体贴你的男人,你未来的家庭一定会美满幸福。 我不停地将抽纸送到她的手里,萧丽情不自禁地投入到了我的怀抱。 我发誓,一定今后一定要好好对萧丽。 自那天后,我和萧丽开始了频繁的约会,我试探着亲吻她,从额头到脸颊,萧丽微闭着眼睛,英唇轻颤。 我们拥抱亲吻,像热恋的年轻人一样,难舍难分。 每次在我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,萧丽总会清醒过来阻止我,令我很是沮丧,萧丽到底爱不爱我,我很迷茫。 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,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危机感,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,要把萧丽夺走。 约会的时候,萧丽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,二话不说就要离开,你要见谁,怎么这么着急? 我从前的一个朋友,你真要去和他见面吗? 是啊,我们以前经常在一起,大家相当了解,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。 我承认,我促进来了他没有对你不怀好意,没有你想得这么复杂。 一听我这样污蔑他的朋友,萧丽脸色难看我现在还不是你女朋友呢,你生哪门子气? 我见萧丽有些生气的样子,便说,我是和你开玩笑的,要我送你去吗? 和萧丽道别后,我回到家里,坐礼难安,我生怕认识的萧丽像前妻一样。 也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,我的脑海里总是设想着萧丽和那个男人在一起,久别重逢,轻轻我我的场景。 受到自尊心和自私心的驱使,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,便不时打电话去,你在哪里? 你烦不烦?我们正在吃饭呢。 在我第二次打电话过去的时候,萧丽美好气地挂了电话,这天晚上,我失眠了,当萧丽在电话里表现出少有的冷漠,乃至关掉手机时,我心如刀脚,看着卧室里的什么东西都不顺眼,觉得心里特别空虚,一会儿趴在床上。 一会儿从床上站起来,一会儿走向窗口,凝望城市的夜空,俨然一副作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样子,萧丽的电话打不通了,实在没有办法,我便给她发了一条信息,没有和你在一起的日子,我的生活了无意义,突然发现,我和儿子都离不开你了。 萧丽,嫁给我好吗?信息发出之后,我开始漫长地等待,可信息如时辰大海,直到深夜,当我抱着侥幸的心理,再次拨通萧丽电话,得到萧丽我还没有考虑好,不能马上答应你。 萧丽的回话时,我的内心才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。 第二天下班,我早早地来到幼儿园门口,看着萧丽牵着儿子的手出来,我有些紧张地迎了过去,我不确定萧丽是不是还在生气。 突然,旁边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陌生男人,撞了我一下,快速地朝幼儿园走去,现在正式放学时间,门口刚刚出来的是小班的孩子,只见那个男人从胯包里掏出一把刀,朝一个孩子冲过去。 眼看着那个男人就要抓住孩子,我不顾一切冲上去,把那个孩子抱起来,男人的刀直直地从我腰侧捅了过来,我倒在了血泊之中。 在醒来的时候,已经是三天后了,我的意识还停留在歹徒在幼儿园门口行凶的场景,快保护孩子,萧丽跑。 这几日,萧丽失魂落魄地守在我的病床前,见我醒来,激动地直掉眼泪。 萧丽,你没事吧? 有没有受伤? 那个孩子呢? 从萧丽那儿了解到,由于我及时地保护了那个孩子,孩子没有受伤,其他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,我已经被刺了两刀,最后大家一起将歹徒制服了,答应我,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,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好吗? 从萧丽眼里流露出来的心疼,我知道萧丽原谅我了。 这段时间,萧丽把儿子接到他母亲那里照顾,他自己却一直在医院照顾我,我们的感情更进了一步,一个月后,我出院了。 我建议勇为的行为,受到了单位领导的表彰,事业蒸蒸日上,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和萧丽分享,下班回到家。 看着一桌子饭菜,烧光红酒,我有些恍惚,萧丽踩着高跟鞋从卧室出来,他穿着白色的低胸紧身包臀裙,趁得他整个人前凸后翘,很是迷人,我一时竟然有些看呆了。 他一步步靠近我,缓住我的腰,在我的唇上印下一吻,一顿晚餐吃得我心愿意马,他坐在我腿上,用红唇喂我红酒,我那里还绷得住,一个公主抱,带他来到卧室,将他放在床上,我再也忍耐不住,疯狂撕扯他的衣服,老公,轻歇,他在我耳边交喘连连,我再也忍不住吻上他的唇, 不得不说,日思夜想的女人,就在自己的床上,两个人都喝了点红酒,微醺的状态下,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,我终于占有了这个让我朝思暮想的女人,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 世纪端庄,高贵的气质和温柔,宛顺的性格与一身的美丽,是一种超凡脱俗,无与伦比的天仙般美丽,它的每一次身影,都强烈刺激着我的感官,我们从床上到阳台,一次又一次,终将走向幸福的彼岸,我叫萧丽,我前夫像一个恶魔一样,让我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, 当郭医生向我表白的时候,我有些惶恐,郭医生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,我担心他会像我前夫一样变态,在我和多年未见的老友聚餐时,他一遍遍地给我打电话,让我迷茫,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和郭医生交往。 但我确定,我对郭医生也是有好感的,也许郭医生太在乎我了,担心我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会吃亏,才会连续给我去电话的,我安慰自己,当我收到郭医生的求婚信息时,我扪心自问,经过这时间的接触和交流,郭医生虽然有点小气之外,对我还是比较好的, 我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,逐渐地融入这个善情家庭,第二天,我牵着郭涛的手,我想要把我的决定告诉周医生,当郭医生奔向孩子,当歹徒持刀筒向郭医生时,当郭医生闭着眼睛倒在血泊中。 当他醒来,第一句话就是关心孩子,关心我的安危时,我知道,我的决定的是对的,我知道,我终将迎来我的幸福。